2024年7月27日 国务卿布林肯与中国外长王毅在 老俄东盟外长会议期间 进行了约80分钟的会谈 在这怎么看两位领导人的会面呢 首先当下俄乌憨战之际 中共作为普京盟友为配合其军事行为 经常在南海挑起争端 以分散美方注意力来减轻对俄罗斯的压力 另外本周是25日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称美国是谎言帝国 并对其系列国势给予了严厉驳斥 针对这些引发形式紧张的说辞 那么美中的积极沟通 可有效避免两国摩擦 另外本月19日 阿斯盆安全论坛 以及本周是25日 国务院发言人都对中共援助普京 给予了批评 作为回应 在两位领导的会谈中 王毅外长强调 美方应读懂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 而三中会议重点是不发展经济 中国未来降着北韩道路 因此中美或许进入军事接触阶段 而这也意味着 中国民众的苦日子才刚刚开始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